原标题,厨房挨着卫生间,夏天医用店就跳闸,以后可不敢租地下室了。 昨天11月24日,下午,丰台区方庄方程园一区三号楼地下空间被正式关停。 从10月19日到昨天,方庄地区工委办事处已经关停了四处地下空间。 一位地下空间承租人告诉记者,经营快20年了,每天晚上都是12点以后才敢睡,后怕要是出事我们也担当不起,关了停了,我的心也放下了。 承租人19年来每晚12点后才敢睡。 昨天下午40时,记者来到方程园一区三号楼,在楼7侧地下室的入口处,顺着陡峭的台阶来到地下二层。 敲开警地的大铁门,里面是瑟瑟的走廊,七区蜿蜒,一间间小隔间已经人聚无空。 在地下室里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,尽头是一间破烂的卫生间,卫生间隔间的门歪歪扭扭,看不出颜色。 卫生间边上就是厨房,三个燃气灶放在一张长条桌上,满是油渍污渍,充斥着一股怪味。 这处地下室有60多间房屋,陈租人是一位年近70岁的女士,她告诉记者,她从1998年开始经营这个地下空间,一直用于散租住人。 今年基本没等摇杆了,2月份清理了一次,5月份清了一次,9月份又清了一次,这回是彻底清了。 她说,因为还有近两年的合同期,就想坚持一下,风生紧的时候就清理一下,然后没事儿了就再让人住进来。 前几天听说了火灾的事情,特别后怕,我这里线路是腰的都17、8年了,还有让气管线,要是出事我们也担当不起,关停了,今后就放下心了。 她说,19年来她每天晚上都是12点以后才赶睡,这回清退了全部租户,收尾后就回山基老家了,孙子都16岁了,这腰多年我一直一个人在北京,这回可以回家团聚了。 居民,明年夏天可以放心用空调了。 方程园一区的居民周颖华还记得刚搬来小区时的舒适与宁密,看着小区内一个个地下室被关停,她特别高兴,你。 问100个居民,纯有100个说关得好,周颖华说。 方程园一区曾经是方庄地区比较高档的小区,三号楼是当时极少数对外籍人士销售的公寓,周颖华居住的四号楼层是著名的明星楼,小区里六湾常常能看到明星,近十年不一样了。 小区地下室住的都是人,夏天店老实跳闸,越热越跳闸,空调都不敢开。 路夜说是用电量超出负荷了,如今好了,明年夏天就可以放心用空调了。 周颖华说,小区内出现了不少斯大乱建的围建或是开墙打洞的小铺子,小饭店,非常不安全,现在终于清理了。 看四号楼,地下室出口纳尔斯街的小门帘就给拆了,周颖华指着对面地下室出口处正在忙碌的工人。 业态也在调整,新发地的便名菜店取代了小门帘,居民买菜时摇得方便多了。 张师傅是地下室的租客之一,一直在社区内从事维修,来北京二十年了,在方程园也住了六七年,便宜,就一直住地下室。 张师傅说,搬出地下室,他们夫妻已经租住在楼上的一户单元房内,住着也踏实,写的教训啊,太惊人了。 以后可不敢租地下室这类消防设施不完善的地方了,人没了就是腰都没了。 行动方庄五天关停四处地下空间。 方庄地区工委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,大清区新建村11.18。 火灾事故后,方庄地区工委办事处迅速按照市委、区委关于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、大清理、大整治的部署要求, 立即在辖区开展了利剑,围猎回犀牛行动方程园一区三号楼、五号楼、方程园三区十九号楼四处地下空间,成为这次围猎行动的重点。 围猎行动全面展开后,各个相关部门联合发力严密组织密切协同,对三栋楼的四处地下空间同时展开清理行动。 从11月20日至11月23日四天时间里,已经拆除为剑6000多平方米, 从根本上彻底杜绝四处地下空间的火灾治安等安全隐患,来源被经网报,责任编辑诗经。